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 除了睡觉之外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耗在工作上 其实是还蛮无趣的 如果办公室具备这些条件 那就好了 希望我公司有一台按摩椅 希望有健康 就是累咬就可以睡觉 可以吃面飞 我希望有室室跟室室 听起来 这个地方好像有哦 我在这间公司三年了 每一天上班的心情都很不一样 来上班之后 不会觉得 今天很难做工啊 我们的群組很开心 我们来我们做工 我们有压力 就是after everything 我们都会笑 我们真的生了一家人这样 我们每一个会议室 它都是有不同的主题 它里面的东西都是很齐全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 我们需要一个设计室 我们需要有视频 我们需要什么都好 通常都可以的 几乎说这一间公司 技术上的技术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先进 我还没有真正的看过一间公司里面呢 是有它自己的离法设计室 然后有它的咖啡屋 我们还有领养的四者狗 然后就这一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很很温的很不同 我觉得在别的公司是不会有的 我每天来做工 有时做完做迟了 没有时间去回家去健身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健身 因为我的工作有早半晚半 所以有时晚上我们要做工 比较安静一点 没有事情我们就会去跑去健身 一两个小时去运动一下 然后就会比较精神一点做工 每一个工程都可以用这一些工程 我会觉得这一些东西会令到我们的表演 就是做到我们最好的 其实每个人都觉得做工姐空照都是很好玩的 他们还没有可以上飞机去迎接一个客人的时候 然后他们需要过的那一些培训是很长很长时间的 他们每一年或者每六个月都会有一个expirate 然后他们还要再去培训过 他们是在前线的 如果有什么东西发生 或者是他们看到什么东西是不安全的 他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说 然后我们必须要去找方法给他们 我们要安全我的其他的collect 还有我的passenger 每一个都是在最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的飞机师一个月是可以飞最多一百个小时 我们的飞机师一个月是可以飞最多一百个小时 我们在电脑里面可以跟飞机上里面跟pilot好通 假如他们有危险 他们也是会 send message 给我们电脑 所以我们就会计划一个plan 所以我们可以action它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总共有56辆飞机在起飞 所以我们可以懂每一个飞机的地点 每一个time location 有时飞机会delay 因为有时天气不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银 还有这边有台风在吹着起中国 所以飞机不能起飞 不给formation飞 第二个是有时飞机场太busy 我们那边busy 所以我们这边总共有permission起飞 所以that's why 我们有时会鼓励掉那两个航班 所以我们在本地的外交 换结婚会 要是要去充飞机 咖响 不再发 occurs 我们在这边 ль案 我们都没有 预计